刚下课的女兵突然被一名中士喊住 鉴于她的优异表现 上级准备把她调离学校 去前方守卫苏军仓库 这对于没毕业的学生来说 真是莫大的荣幸 可就在两人交接时 中士色心大发 猛地从背后抱着女兵 双手开始不安分起来 关键时刻 教官安德烈持枪赶来 他一把拉开中士 朝着肚子就指一圈 并警告他离自己的女兵远一点 如果再敢图谋不轨 就当场淹了他 说完安德烈把刺刀狠狠地扎到了桌面上 这一幕 不光震慑了无良士兵 就连女兵都为之动容 随后安德烈把女兵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本以为教官会好好安慰他 哪知安德烈恬不止耻地 让女兵摘下帽子 卸下步枪 甚至脱光衣服 网友 我可以 每个人都没说 你都不教他 你什么都做到 何你会成长 你可不一样 你可不得帮你 你内出阅 我认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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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从下廈酒 不用当下 不吝点 不吝点 改双 这种 这是 你可不可以 买铛 你和 你和 上 没想到自己敬爱的教官也是这样的人 舒达毫不犹豫地拿枪瞄准了他 安德利见时机一到 微微一笑说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你要知道这是部队 没有人知道那些士兵是人渣还是君子 肩膀星越多 越有可能安德利使坏 他们眼睛都不用眨一下 就可以让你死于葬身之地 如果有人想要侵犯你 你就举起步枪 即使上军事法庭 也不能因为受到伤害痛苦一声 舒达瞬间明白了教官的良苦用心 当其羞的小脸通红 亏就离去 回到宿舍 他把教官英雄救美的故事说了出来 姐妹们纷纷起哄 肯定是安德利看上了你才这样做的 舒达怎能不知道这一点 但战争时期的爱情根本没有归宿 他只能尴尬一笑化解了现场气氛 这是2022年俄罗斯出品的战争剧 透过瞄准经 讲述了苏联狙击手阿列克西安德利的传奇故事 1942年卫国战争期间 安德利和队友叶格尔外出执行任务归来时 与德国奥运冠军温格勒相撞 决斗时叶格尔被杀 安德利身受重伤被送往了医院 经过数周治疗 身体勉强回复 可就在要回前线时 总司令突然下令 把他调到了一所狙击学校担当教官 为了尽快给前线输送大批优秀士兵 安德利使出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他对学员非常严厉 有时甚至残酷 只有这样上了战场才能保住自己的命 成了全校的佼佼者 也成了第一批被送往前线的士兵 安德利知晓后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 就找到校长趁起一块处站 校长知道他醉翁之意不再久 就送了波顺水人情 结果刚到前线 女士兵就被上了一刻 德国轰炸机突然飞来 姑娘们一个个被吓得抱头鼠窜 哪里躲的都是 有的只顾着护自己的轻视容貌 连屁股都不要了 这样前来接人的上校哭笑不得 就这个状态上前线不如送死吗 作为士兵 你可以忘记了穿内衣 但绝对不能忘记拿武器 这只是路过的几家敌机而已 你看你们一个个成何体统 上校看着衣冠不整的姑娘非常无奈 好在舒达及时出面解释 这才免受处罚 根据上校的指示 姑娘们来到了阵地前 他们在遍地硝烟的战壕内穿梭 领头的卡架走着走着 却被老鼠吓得跳了起来 好在身后的炮兵指挥官 眼疾手快 及时把他拉进了战壕 侦察连中尉告诉他 对面有个非常厉害的狙击手 已经有三名士兵死在他的手上 想要活下来 必须把头低下去 而且永远不要棄身 安德雷看着自己的爱徒 被训得狼狈不堪 立刻打圆场 安抚他们的情绪 随即分配任务 十米一人观察德军动向 并找出狙击手的方位 没有他的命令 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可姑娘们苦苦找了一下午 确实没有发现异常 倒是画了不少的地图 随着夜色暗下来 晚饭时间也到了 随时而小张匐匐着 外加一勺米饭 看着刚来的女狙击手 小张莫名地开心 她亲切地喊舒达为姐姐 并且答应明天 会多带一片面包给她 可谁也没有想到 这短暂的邂逅 会成为两人最后一次对话 之后 全准备 看着 对 对 对 你打眼睛 你被捣到哪里? 对 对 我来 我去 梁曼 你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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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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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一条狗被困在了德军阵地前 他凄厉的叫声同时引起了双方士兵的注意 德军士兵探出头来试图去解救他 但下一秒声音就响了 公子兵� like 这些奴隙 他们救而且 接着 没有人 担心 金头 继续 不要跪 ruins 王军 7 蔡 jejということ 等 國曰 舒达的表现让安德烈伤透了心 这是战场 如果因为你的善良害的队友丧命 那将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鉴于你是第一次 从今日起从狙击手转到后勤医院工作 舒达没有想到自己的举动会处罚这么严重 他赶紧向安德烈求饶 保证以后坚决不犯 如果把他调离前线 自己的家人就完了 原来舒达的父亲被德军俘虏 军委认为他是主动投敌 所以就让舒达强制参军 如果期间有二心 他的母亲和弟弟就有可能被送进监狱 安德烈知道了舒达的隐形 只好暂时撤销命令 到了晚上 舒达趁着队友们都熟睡的时机 偷偷拿出了白天化的地图研究了起来 他必须赶紧离工 第一可以拯救家人 第二可以得到教官的认可 正当舒达苦心钻研时 安德烈突然到来 原来他趁着夜色 偷偷把白天那条被困的狗给救了回来 看着一向冷血的安德烈 舒达发自内心的笑了出来 两人的隔阂也在此时被化解 不过作为狙击手 这个时间不休息 却让安德烈非常生气 看着教官板着脸 舒达立刻掏出粉笔 向安德烈讲出自己的见解 从随事员被击中的角度来看 敌方狙击手应该就藏在废弃的唐克旁 那里一手难攻 还有暗保掩护 这是个绝佳的伏击点 为了验证舒达的判断 天一亮 安德烈就让三名姑娘 扑斧着进入开阔地 另外三名在战壕内 架好狙击枪刺激而动 等到所有人就位后 一名老兵在战壕内举着头盔 开始引蛇出洞 果然如舒达所说 德军狙击手就在废弃的唐克旁 为了一举拿下他 三人趴在草丛里 潜伏了足足有一中午 到了晨午时分 众人被晒得苟可难耐 期间马莎想要喝水缓解一下 结果被德军狙击手发现 好在水无涕地挡住了致兵一击 这才洗面于难 中强的马莎痛地翻来覆去 在弹务场中不断翻滚 安德烈怕生出事端 只好发出信号 让队友射击掩护 他和舒达跑 恩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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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老闆,老闆 老闆,老闆,老闆 放下 老闆,老闆,老闆 马莎虽然被救,但半张脸也被擦伤了 以前未婚夫经常夸她漂亮 现在这种情况,她认为未婚夫肯定不会要她了 马莎自此也一蹶不振 事后舒达非常自责,因为她才害的马莎 经过反复研究,她提出了新的方案 既然德军躲在一手南空的暗宝里 为何不让工兵在晚上偷偷过去 然后在附近埋上一枚炮弹 等白天她钻进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引爆炮弹 她和周边的掩体都会被炸上天 安德烈听完非常高兴,因为她已经安排工兵去做了 为此,安德烈准备当众表扬她 但遭到了舒达的拒绝 因为姑娘们很生气,他们都在质疑 传奇狙击手安德烈是否上过战场 怎么看都不像报纸上写的那样 目前还是不要招惹他们为好 说到这里,安德烈想起了一件事 莫斯科从前线发来了一份情报 上面说德国奥运冠军温格勒好像也来到了附近 不管对面是不是他 下一次执行任务时都要各位小心 第二天破晓时分,德军阵地上突然亮起了信号弹 紧跟着闹钟吵醒了德国狙击手 而苏军这边也早就伪装好了一切 就等着到爬进掩体内 出发前安德烈一把抓住了舒达 通过手掌的冷热和干燥程度来看 这次舒达做足了准备,一点都不紧张 随后安德烈告诉他 在炮弹的顶端放着一张宣传单 只要击中那里就能把德军狙击手炸上天 这样你就能立功 你的家人也会免遭政治部调查 舒达点了一下头,随即爬入了阵地 和上次一样天色发亮后 苏军开始了顾忌重施